尽管国际刑事法庭下令以种族灭绝罪和战争罪下令逮捕苏丹总统巴西尔,巴西尔还是于星期五在内罗币参加了肯尼亚新宪法的颁布仪式。 肯尼亚是国际刑事法庭成员国,有义务配合该法庭的工作。 设在美国的人权观察组织发言人说,巴西尔参加这个仪式将永久性的玷汙肯尼亚新宪法的历史性时刻。 国际刑事法庭去年指控巴西尔在苏丹南部达尔富尔地区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对其发布逮捕令。 上个月国际刑庭又增加了种族灭绝罪罪名。